我們就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第14頁上面 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就是用Pandas存為Excel 當然第一個我們就不用OpenPyXL 所以這個部分Import的話一定要Import它 這個是第一個一定要欠 第二個的話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什麼事呢 就是DataFrame裡面一定要三個東西 三個東西我剛剛有特別講了一下 一定要是Data 這個Data一定要是二維的 就是在串列裡面再放串列 這個是最麻煩的 Index的話其實就是第一列的資料 所以其實第一列的資料 我是把List1 List1其實就是第一列A欄的資料 把它獨立出來 我在這邊增加了一個什麼 增加了Index的串列 在跑回圈的時候分別把資料放到這個串列裡面 就會有一個Index OK 然後呢 Data的部分的話實際上就是後面兩欄 那後面兩欄怎麼放 那很麻煩 第一個要先把這兩欄的資料放進去 再把它放到一個 所以這邊會比較麻煩是呢 我這邊先把他們放到一個List4裡面 把那兩 就是B跟C欄的東西 放到List4裡面 有沒有 然後呢 再最後呢 把他們這兩個東西再放到一個Data 所以關鍵是這個啦 這個很麻煩喔 但是如果你假設要選用的是用Pandas的話 就是這樣做 最後是Column Column的話呢 比較簡單 因為這兩個欄位名稱 我講過 它沒有第一個欄位名稱 它只有第二跟第三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固定 A1沒有東西啦 也放不進去 這個喔 所以理論上就是把這三個參數產生之後的話 最後呢 就可以直接出Excel就完成 所以這一件事情完成之後有沒有 它會產生一個叫DF的一個 DataFrame的一個物件 那物件名稱我們取叫DF啦 通常會用DF 然後它後面有個方法 物件本身有個方法 就是叫出Excel 就給它輸出了 那輸出之後的話 我剛剛試了一下 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最後得到的結果 好像應該是OK的啦 沒問題 不過你等於輸出的時候 要確定一件事 你不能直接開Excel 關的話會有Permission 假設你這邊有Permission L的話 這表示說你應該Excel是打開狀態 所以把它Excel關掉 直接再跑一次 理論上呢 就可以看到最後的結果了 OK 那它就會從網路上抓TQC官網上面的那些資料 然後把它分別放在這三個參數裡面 然後再toExcel 直接輸出了 OK應該沒問題 那得到的結果 那得到的結果 剛剛看了一下應該也沒有錯誤啦 所以打開 它就會是Excel裡面的一個檔案了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把欄寬置一手 有沒有 它的A1一定沒東西 所以剛剛的Column 是這兩個欄 有沒有 Column 就是這個 一定要是串列 然後Index 一定是這些東西 所以實際上Index就是第一欄的資料 然後呢 Data的話就是第二跟第三欄 先放在一個串列 再放在一個 等於是兩層串列 所以會有兩個串列 比較麻煩的地方 主要是在這裡 所以你們看一下 第一個是Data 所以這個先要放在Data4 再放在這個Data 這個Data我要在外面再加一個 等於是宣告一個 比較麻煩 這個可能就要特別小心 那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個Data4 一定要放這邊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放進去之後 你要先清空 有沒有 所以這個地方放在這裡 剛好把舊的資料清空之後 再放下一列的資料 不然的話 如果沒有放在這裡的話 它會一直串串串串 全部串在一起 這個是用Pandas所寫出來的 兩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我想因為Pandas一直講 但都沒有特別實錯 所以今天特別再把它 弄一個例子給各位看 比較一下 不過也不是說 叫你將來一定要用Pandas 你會發現這個要是我的話 我當然用上面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 這個好像相對簡單 為什麼 因為上面的這個方法 只要用Shift.Append 上面只要給它一個 一維串立就可以了 所以 為什麼我們從最早 有沒有 前面都只有講這個為主 那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OK 也比較不會太複雜的東西 那當然未來如果你有比較複雜的統計分析的需求 那還是建議你用Pandas 並不是它沒有作用 那未來當然 你們將來比如說問AI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 我要輸出Excel檔案 請你幫我用哪個模組 有沒有 你也跟他講 請你用OpenPieXL模組 幫我輸出Excel 他會用那個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指定的話 他有時候會用Pandas OK 所以有的時候你下指定的時候 你也要比較明確讓他知道 你要用哪一個 不然的話他不知道 他可能就用他習慣的那一個 那我在看 因為我用AI發現 其實好像他用那個 這個Pandas的機率好像也蠻大的 OK 所以如果他出來的程式碼太複雜 你一看快昏倒 你剛剛就跟他講說 請你改用OpenPieXL 他就會幫你改了 OK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習慣一下 未來當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其實當然AI真的有非常大的注意 我是覺得 因為像我這一次的期末報告 我在台師大 我給他們的作業期裡面 就是請善用AI AI部分其實就是報告裡面一個組 我發現他們很會用AI 而且大部分都是只肯定 就是肯定什麼 肯定就是如果用AI 真的可以讓你學習程式這件事情 真的是其中很多 但是前提就是說 你要懂得怎麼跟AI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我覺得 AI的產生並不是說叫你不要學程式 而是你要更懂得一些關鍵字 如何跟它溝通 像我們剛剛講到用哪一些模組 這個你要知道 可是你也許有些細節 比較不會像以前 一定要不斷實作 不斷演練 可能你不會沒有關係 你可以先讓它產生 但是目前看起來 CHRGBD它產生的程式 BUG其實非常多 因為學生一直講說 一直有BUG 那怎麼辦 有BUG他們的做法是 再把這個BUG 再貼回去給CHRGBD 請你幫我修正 反覆一來一往 因為CHRGBD它可以不斷的在修正 他發現呢 CHRGBD是真的可以幫你把程式找出錯誤 並且解決問題 OK 所以這個部分 我建議各位可以不妨再試試看 用那個CHRGBD來試試看好了 但是也有同學 我覺得他報告裡面 講了一個 給我一個蠻大的啟發 他說呢 CHRGBD產生VBA的程式 就是好像正確性都比較高 反而產生Python的程式 正確性好像就沒有VBA來的正確 OK 反而用那個Gemini 產生Python的正確性相對比較高 所以我是建議 如果Python 你們也可以不妨試試看Gemini 那後來我就想一想 對耶 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你們可以想 那個OpenAICHRGBD的背後的金主 就是微軟 有沒有 微軟他其實很早很早以前 就買了一個叫GitHub GitHub就是所有工程師會用的一個 雲端的放程式碼的地方 裡面其實他也有很多VBA也有拍上 OK 不過因為微軟的關係 微軟畢竟是VBA Excel的背後的老闆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的資料庫 應該會很容易取得 所以相對的正確性也會比較高一點 那為什麼Gemini 他在Python會比較OK一點 因為畢竟Google在推Python上面 或者他很多程式 其實也用Python寫的 基本上如果你相反的 如果你拿VBA的問題 問Gemini 我覺得可能會比較不如人意 為什麼 因為畢竟他的資料沒有像OpenAI那麼多 所以有的時候你要思考說 到底哪個陣營他哪些資料會比較多 這個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 你要AI要能夠更成熟 你一定要餵給他大量的資料 其實就是Big Data 所以如果你掌握Big Data 其實就掌握關鍵了 所以我是覺得微軟還蠻聰明的 很多年前 我記得好像至少十年前 他就把GitHub這一個網站給買下來 這家公司買下來 我那時候想說 因為GitHub最早標榜的就是 那個所謂的自由軟體 也就是說都是開放原始 那跟微軟的理念其實是背道而馳的 我想說奇怪 你看怎麼一家完全不開放的軟體公司 居然去買了一家開放平台 這是居心何在 後來我想說 其實他那時候應該已經開始布局 那個像AI的這個方向 我猜想OK 這是我自己個人猜想 當然也是因為這樣關係 你會發現他很多sauce 寫程式就很OK 不然的話你怎麼可能很快的 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本來是用OpenPyExcel這個模組 我把它改成用Pandas來寫 在這個部分 在雲端白板上的第14頁上面 請各位自己再參考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待會我們就再來看另外一個 爬蟲的練習 那這個爬蟲練習的話 假設我希望爬Yahoo好了 Yahoo這個網站應該算 早期是第一大支 不過後來被Google 這個 Google的產生 它可能排在後面了 那如果假設 因為Yahoo上面 有很多的新聞 那如果假設我的需求是希望把 焦點新聞上面的這個 這個大標題 大家底下這個標題不要 主要這個大的標題 跟它的超連結 我希望能夠把它取下來 然後並且可以把它Print出來 那Print出來當然 最好是可以幫我存檔 不過最好是存Excel 一樣啦 你也可以後續 那我們先不要那麼複雜 如果我希望把Yahoo的這個網站 的資料抓下來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啦 不過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今天可以試試看用那個什麼 用ChargeBT試試看 那你很簡單嘛 把網址給他 請幫我撰寫一個Python程式 然後呢 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輸出這個 這個什麼 Yahoo的這個網址給他 把他的焦點新聞的標題和網址 幫我輸出 那甚至後面你可以再加上輸出到Excel 不過這個程式會相對複雜 甚至輸出 那請用Pandas模組 他順便可以把剛剛的試做看看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這個是底下我從深層的程式 我把它貼上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 不過RUN一下好像會有BUG 我發現ChargeBT真的一次就對的機率 好像沒有很高耶 好像都還要自己去debug 尤其是爬蟲 但是爬蟲也不難啦 因為他這個裡面其實我發現只有 他這個class名稱好像錯了 你把它改一下就可以了 可是你想說 那老師那class我怎麼知道 我之前不是有 一直跟各位強調一個 請你按什麼呢 滑鼠右鍵 在你要抓的那個資料上方 按滑鼠右鍵 再利用檢查其實就可以得到了 檢查的話 主要可以得到什麼結果呢 就是這一個標題 它的標籤是什麼 你說老師這個標籤是span 可是它沒有class 如果是因為我們要的資料是超連結 所以請你往上一層 有沒有 這一層span的上一層就是a 所以我只要抓到這個a 那這個a底下有沒有class 有 你有沒有看到這邊不是有class等於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這個class等於 點兩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 直接貼到程式裡面應該就可以了 我們試試看好了 它給我們程式碼 這個是我從chrc.cae裡面得到的 然後讓它print看看 不過print的結果好像 它裡面完全空的 為什麼 因為主要原因應該是這個class名稱不對 有沒有 所以我把這個class名稱換一下 這個class名稱 把這個名稱換成我剛剛按滑鼠右鍵 焦點新聞這邊按右鍵檢查 span的上一層 這個的上一層 上一層在這邊有沒有a 那a的裡面有class 所以把class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再貼到class的位置 其實ok了 所以其實也不用懂太多了 我是覺得以後有AI 真的是可以幫你寫程式 但是不表示說你完全不用學習 而是說你可能學習的重點可以轉移了 有沒有 可能有些東西以前 就想說我們舉個例子吧 就像開車以前是學手排嘛 有沒有 所以以前很多的注意力都放在排檔跟離合器 尤其離合器 有時候離合器 然後紅綠燈又要起步要幹嘛 又要打檔然後要熄火 可是呢 自排車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你這個打檔的有沒有 這個動作的精神 轉移到有沒有 其他地方嘛 你只要什麼滑 這個油門跟煞車控制好 方向盤控制好 其他都ok 那現在的話 車就更聰明了 有沒有一些什麼自動駕駛的功能 那其實不是說你不用開車 所以現在它規定是自動駕駛 你還是要把手放在方向吧 你不能說你就開始睡覺了 ok 那太危險了 那未來當然有可能 不過會有一些限制 那可以讓你怎麼樣 開車變成比較輕鬆 可是應該在短時間內還沒有辦法說 完全不用自己開車 有啦 現在已經有很多自動駕駛車 那是未來 ok 好啦 所以未來會不會AI更聰明的話 他就自己寫程式了 你只要動動嘴巴 請幫我寫一個程式 可以把Yahoo上面的焦點情況 全部爬下來 他就ok了 可是我是覺得需要時間 就像自動駕駛這件事情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已經在發生了 有沒有 像那個加州不是有自動的計程車 有沒有 但問題你要叫到那種自動駕駛車 還很難叫 因為很多人想要玩玩看 有沒有 他來試試看 我看很多網紅在拍那個影片 真的叫來 自動就幫你把他載到目的地 而且還滿安全的 感覺好像他 雖然駕駛座沒有人 但是就可以很順利 把你載到目的地 這感覺其實 還滿好的 不過可能有一個前提 就是 車子的 那個複雜度也不能太高 如果在台北市 恐怕應該 就滿危險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車子突然切進來 可能就發現事故 之類 不過這時候可能要晶片 運算的能力要更強 因為運算的能力更強 他的反應速度就更快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靠台積電了 為什麼台積電現在生產全世界 本身90以上高階製程 只要你要快又穩定 然後又省電 然後耗電量又低的話 目前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台積電 他可以很霸氣的說 他沒有對 短期內沒有對手 有沒有 我講這種話真的有點太驕傲 我都覺得有點 哇 不過我是覺得他是可以這樣 他是很老實 可是我說有時候也不能太老實 明明你是有 但是你還是要謙虛一點 你不能講太滿 OK 有時候其實對手其實就是你自己 OK 有沒有 這很難說 但是 以前的觀察 只要台灣有很強的 很快就被壓下來了 有沒有像之前的什麼HTC 有沒有 很快馬上就被Apple購專利 然後馬上一下那個HTC 本來是戰率 好像排第二把 我記得好像很 而且他股價到130 不是130 一千三 他現在剩多少 不敢看 OK 所以 因為技術畢竟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大部分 因為很多東西 其實你說像一些高階製程 有些是掌握在台灣 那很多其實不是 OK 好啦 請各位試試看 我把這個複製一下 OK 有沒有複製 然後再把這個程式貼到哪裡 記得貼到class 這個class 等於這個其實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我好像我之前的程式碼是沒加啦 如果你要把它刪掉沒關係 那不刪也沒關係 直接把它貼上 貼上就是剛剛那個class 記得不要 前後不要有空白 OK 那執行看看 應該OK 就是可以把那個標題全部抓下來看看 有啦 有沒有 看一下這個標題 有了 OK 好像黃倫勳的 這麼多 這麼多 不過他好像是全部抓耶 他不是只有 他不是只有 什麼 第一個是以為自己小鳥味 就醫 及手術 對 沒錯 第二個是什麼 馬拉威副總統 對這個 然後他的link在這裡 所以顯然 Charlieby是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但是 他寫出來程式 就一定會有bug 這個好像暫時沒辦法 不過未來啦 會不會是 後面的版本 這個問題就慢慢不見 不過這個我想你們試試看好了 那其實還有第二個bug 第二個bug是什麼呢 就是呢 他這個抓下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他其實是抓全部的 有沒有發現 他其實好像底下還有連 底下這些好像運動的 娛樂的 有沒有 底下這些好像都全部抓下來了 所以如果假設我只要焦點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他連後面都抓 你可以自己觀察 運動 按右鍵檢查一下 他這個裡面的這個名稱有沒有 KAS名稱 跟焦點的一模一樣 那也就是說 這邊新聞標題 每一個其實都是這個KAS名稱 所以意思是說他全部都抓 那所以假設你要只要焦點的話 該怎麼做 來試試看好不好 OK